不然现在很多的乱象都会呈现出来了 所以刚刚跟大家交流到的是父子关系 家庭教育的情况 我们应该能遵循常道来教了 而整个五轮关系 我们能依照这个道 去做了 不愉悦的去遵守 我们所流露出来的行为就是德 所以整个五轮八德 五轮关系也是自然的结合了八德 一个人竞孝了 他一定能做到 替忠信 礼义廉耻 因为他对父母敬忠 他出社会 为社会敬忠 他对父母诚信 他也能对他人诚信 他知道不能以德 损害父母的名声 所以他连结 他有羞耻性 所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八德 孝替忠信 礼义廉耻耻 礼义廉耻 仁爱和平 这个是有两种说法的八德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变成十二个德目 而笑摆在最基础 因为它是根 我们得找到根本 本末倒置了徒劳无功 花了一辈子的心血 到头来不是好的结果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找到根本了 家道就成就了 事业之道也才能成就得了 本利道生 这个孝是根 替忠信 是做人的本 一个人跟兄弟都处不好了 他这个做人 就很有问题了 对家敬忠 对父母诚信 这个是做人的本 礼义廉耻耻呢 是做人的自干 人爱和平 是一个人 他在社会上 所呈现出来的贡献 花果 而我们教育的话呢 不能直接就跳 人爱和平 得先从根上落实 所以下一代呢 写考卷 为人着想 他都一定能答对 可是他实际上 不一定做得到 因为他没有这个 爱的根 效 而我们看呢 这个教育啊 他是顺着人性去教 很多朋友呢 他看这些学生们 学的传统文化 改变很快 哇那这个传统文化 是不是有什么魔力啊 怎么可以给人洗脑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老祖宗呢 几千年来 他是顺着人性去教 顺着人性 所以特别容易让人接受 而人之初 信本善 人都有那一份善行 所以很多人会跟我们交流到 传统啊 他都已经几千年了 面对这个新的时代 还用得上吗 其实我们看到传统 就知道他是一直 沉传下来的道理 而整个传统文化呢 他是道德 他是五轮 而五轮当中最核心的 是父子有亲 父子关系 孝道 而孝道呢 他是天性 我们看到那个孩子跟父母 那种亲爱啊 那不是谁教他的 你看那个小孩 一两岁 看到父母 抱着父母的那种依恋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那是天性 而传统文化呢 就是让孩子这种 对父母的爱 终身保持 再让这种爱呢 能扩展到 从父母扩展到兄弟 扩展到家人 家族 以至于扩展到 邻里相当 最后到社会 民主 他是顺着人性啊 教的 所以其实他是爱的教育 他也是做人的教育 那我们想想 笑 五千年要笑 五千年后要不要笑 五千年后呢 要学会爱人 那五千年前要爱人 五千年后要不要爱人呢 所以现在我们常说 做事先学做人 而传统化的核心 就是学做人 就不可能说不合乎啊 这一个时代 而我们很冷静的来看 现在所有 社会 家庭的 不愉快 冲突 其实黑板上 这些智能 全部都可以解决 一个家庭里面 有笑涕了 他就和乐了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啊 连父子兄弟啊 都冲突了 甚至互相伤害 就为了钱 众利 他就轻道义了 所以这些教育啊 不能不抓紧啦 人不学 不知做人之道啦 而我们看 一个人有忠 那我们这整个各行各业就兴盛起来了 现在建立忘义啦 动不动就忘了领导的恩德就跳槽啦 信 整个 社会啊 假如没有信了 那人人自为啊 今天要喝牛腩 很不放心啦 吃什么东西都怕是黑心 食品 没有信啦 以至于呢 连夫妻现在都没有信啦 还没结婚前 要先财产 公正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还没结婚就先想着什么 离婚啊 那你看离不离啊 这个就很不保险啊 这个基础啊 太不稳固啦 好 信 我们看看这每一个字 都直接针对现在社会最严重的问题 我记得 有一次刚好 到乡下去呢 见到一个长辈啊 他收集了一些古书啊 我们看了就很感动 那些都是几千年的智慧 我们给他借来看 他都是现装书 都快一百年书啦 他看我们这么喜欢啊 他就说 借你们回去看吧 说完以后呢 他又叮咛了几句 说这个书啊 这是我们祖传的 传家之宝啊 我没其他的啦 你们要多注意啊 别把它弄坏了 我们看长者不大放心啊 接着我们给老人家说啦 这样好了 我们写一个借条 不能损坏 什么时候还给你 当我们说要写借条的时候 这一位七十几岁的长者呢 眼睛瞪得很大 他说你说什么 你说的是人话吗 还得要写借条 所以在老一辈的人的心里面啊 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就要守信 老祖宗创制也教我们 人的言语叫信 所以当一个人讲话不守信的时候呢 他讲的是什么话 是不是人话 人话叫信 所以当人与人的信用得要靠法律的时候 人已经越来越堕落了 所以这一位长者那个眼睛瞪得很大的表情 留在我们心中 我们还是得讲人话才好 礼义廉耻 往往很多摩擦都是因为不守礼 守礼了 互相尊重了 很多的摩擦可能就不见了 冲突就不见了 更不可能会造成伤害 而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乡间 刚好到一个地方看一所学校 刚好学校旁边的这些老百姓们出来了 我们跟他寒暄几句 突然这个大省他就说了 他说你们不是中国人吧 结果我们这些同仁就很激动 我们当然是中国人 结果他看我们的反应这么激烈 他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 然后他说道 那你们怎么这么有礼貌 这个话很值得我们省思 有礼貌的不是中国人 这有两个问题要思考 第一个 我们五千年来在世界被称为 礼义之邦 假如现在全世界的状况是 没礼貌的是中国人 那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 用我们的行为 侮辱了我们五千年的祖宗 这个最糟大了 第二个思考 这一位大省是中国人 当我们自己中国人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那这个是信心危机 金融危机还没信心危机严重 人跟人都没有信任关系的时候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礼要恢复 互相尊重 再来义 人与人有一份道义 有人情味 而不会都见利而忘义 都不顾彼此 所以以前的人活着很有安全感 因为他知道任何情况 让他的家人他的朋友 会鼎力的帮助他 他有后盾 可是现在人不讲义了 心里都没有安全感 发生什么事了 好像人就整个都乱了 方寸了 还有廉耻 有了廉耻 各行各业就不贪污了 真解决问题 而包含整个 这个民族与民族 党派与党派 种种这些团体之间 有人爱和平 他就能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为这整个社会了 所以真的 五轮八德 绝对可以解决我们当前 所有的社会跟家庭问题 都是得就能解决得了 而我们看 这个整个人生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根本非常的稳固 而它的发展 也是顺着人的成长 孝是侍奉父母 是亲 替忠性 是尊重长辈 尊重兄弟 敬长 知干 离一廉耻 他懂得侍奉领导 侍奉单位 侍君 最后呢 爱护大众 我们看到呢 整个都是寻训 渐进的